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来认识笋子的好处 笋是一种常见的蔬菜,有许多好处和营养价值 以下是笋的几个好处 低热量高纤维,笋是一种低热量的食物 每100克只含有约20-30卡路里 同时,笋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 预防便秘和维持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 营养丰富,笋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包括维生素K,维生素C,维生素E,液酸和钙,钾,磷等矿物质 这些营养素对身体的正常运作和健康至关重要 抗氧化作用,笋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如多酚和类黄酮 这些物质有助于抵抗自由基的损害 保护细胞免受损害,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并有助于维护年轻和健康的皮肤 降低血压,笋富含钾 而钾对于调节血压和心血管健康非常重要 摄取足够的钾可以帮助降低高血压风险 保护心脏健康 支持消化系统,笋含有天然的消化酵素 有助于促进食物的消化和营养吸收 此外,笋还具有轻微的利尿作用 可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和毒素 促进健康骨骼,笋含有丰富的钙和磷 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护骨骼健康和预防骨质疏松症至关重要 它们有助于增加骨骼密度,强化骨骼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种类的笋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和好处 常见的笋类包括竹笋、炉、磁笋和毛竹笋 它们在营养价值和口感上有所差异 但整体上都具有类似的好处 支持心血管健康 笋中的纤维和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水平 从而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促进体重管理 由于笋是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 它可以在饱足感中提供营养 同时帮助控制体重 食用笋有助于减少对高热量食物的摄取 从而帮助管理体重 促进血液循环 笋含有丰富的铁质 有助于促进血液中的红细胞生产和氧气运输 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 支持免疫系统 笋负含维生素C和其他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提高抵抗力 对抗疾病和感染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消化不适 某些人可能对笋中的膳食纤维难以消化 导致胀气或腹泻 如果您有消化问题或过敏时 建议在食用笋之前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最好的食用笋的方式是烹调至刚刚熟透 以保留其营养价值 您可以将笋添加到各种菜肴中 如炒饭炒菜汤品或沙拉 以享受其美味和营养 种植笋的方法因笋的种类而略有不同 以下是一般种植笋的步骤 选择适合的品种 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状况 选择适合种植的笋品种 常见的品种有竹笋 浙笋等 选择种植场地 笋喜欢阳光充足排水良好且肥沃的土壤 选择一个阳光充足且排水良好的场地来种植笋 培养种苗可以从种子或笋经中获取种苗 种子可以在种子盘中发芽 然后移植到苗床中培养 若使用笋经可以在温暖的环境下让笋经长出新芽 然后移植到苗床中 准备土壤 在种植场地上进行土壤准备工作 清除杂草和石头 输松土壤 加入有机肥料或腐烂的堆肥 以提供充足的养分和保持土壤水分 建立苗床 在准备好的土壤上建立苗床 可以使用母状种植或形状种植方式 将种苗均匀地种植在苗床上 保持适当的间距 管理水分 保持苗床湿润 但不要过度浇水 以免导致水净根部 定期检查土壤湿度 并根据需要进行浇水 控制病害和害虫 定期检查损苗是否有病害或害虫的问题 如发现病害或害虫 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例如使用有机农药或其他病虫害防治方法 收获笋 笋的生长速度会因品种和气候而已 一般情况下 笋的生长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当笋的长度达到适当大小时 利用剪刀或锯子小心地将笋割断 避免过度收获 以免影响笋的生长和再生能力 收获后 笋应尽快使用或冷藏 以保持其新鲜度和营养价值 进行笋田管理 在笋收获后需要进行笋田的管理工作 这包括清除杂草 补充土壤养分 进行适当的灌溉和保护笋田 免受病害和害虫的侵害 循环种植 笋是可以进行循环种植的作物 在一季的生长后 笋的生长力会逐渐减弱 在笋田进行适当的修耕期后 可以再次种植新的笋苗 从而实现笋的连续生产 在种植笋的过程中 注意正确的管理和照顾是至关重要的 适当的灌溉 施肥和防殖病害和害虫 将有助于促进笋的健康生长和高产量 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步骤仅为一般的笋种植方法 不同地区和品种的笋可能会有些微的差异 在实际种植之前 最好参考当地的农业专家获资源 以获得更具体和适应当地环境的种植指南 笋有多种品种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笋品种 竹笋Bamboo Shoots 竹笋是最常见和广泛种植的笋品种之一 它们具有独特的笋味和口感 广泛用于亚洲料理中 如炒菜、汤品和笋类点心等 这笋Sugar Can Shoots 这笋是一种具有甜味的笋品种 它们通常比竹笋更粗大 可直接食用或用于制作甜点、饮料和糖浆 凤尾笋Fiddlehead Fern Shoots 凤尾笋是一种蕨类植物的嫩芽 具有独特的形状和爽脆的口感 它们常用于沙拉、炒菜和汤品中 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绿笋Green Asparagus 绿笋是一种常见且广泛种植的笋品种 它们通常呈绿色 具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常用于炒菜、烤菜和汤品中 白笋White Asparagus 白笋是绿笋的变种 它们在生长过程中被遮光 以防止其暴露于阳光下 这使得白笋呈现白色外观和较柔软的质地 白笋在许多地区都被视为上等食材 常见于欧洲料理 紫笋Purple Asparagus 紫笋是一种稀有且特殊的笋品种 其颜色呈现紫色或紫红色 它们具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通常用于制作菜肴的装饰和烹饪 以上仅为常见的笋品种之一 还有其他地区特有的品种 每种笋品种都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用途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当地的种植条件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种植 以上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